有很多人会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其实中国人如果没有信仰 怎么可能走五千年 那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 中国人的信仰就四个字 叫敬天伐主 所以什么叫敬天 就中国你看 不管是哪朝哪代的皇帝 一定要敬天 拜天拜地 对吧 然后敬天伐主 伐主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老家 这个北方应该都知道 就咱们一进来 中堂就会挂一个牌位 这个牌位上面写的什么 天地君亲师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天地就不用说了 天地就是道嘛 君就是我们的君上嘛 那跟着国家走嘛 那不用说的 亲是谁 咱们的双亲嘛 咱们的父母嘛 然后师是谁 就在中国叫师父 就教你知识的叫师父 师父的父是那个 不是单人牌那个父 是父亲的父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想让这个老师教你 你就得练解他的能量 你把他当父亲一样 他把你当孩子一样 你的能量就瞬间练通了 而且周老师去过 一百多个国家 我发现各个国家 那些首富都是大孝子 他都是孝顺的 所以我们中国 为什么说我们能够延续 我们能够延续五千年 就一条 叫百善孝为先 百善孝为先是第一句 第二句大家更清楚 叫不孝友善 无后伟大 必须生个难的 就这一条 就中华民族就灭绝不了 听到没有 你看他现在国外都不想生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马上就要过清明节了 就过年你可以不回家 清明节一定要回家 当你回家一记住的时候 你可以瞬间列结上 你老祖宗的能量 再讲话能不能听到 但是记住是有方法的 你别瞎记 你普通人记住是怎么记的 祖先保佑我发财吧 如果我发财以后 你干啥呢 活着的时候不孝顺 老了的时候还让他保佑你 你看我是怎么记住的 这个感谢祖先 护佑周氏家族 望祖先庇佑周氏家族 再次崛起 光耀门庭 就转头走了 祖先一看 所有人都要保佑自己 只有我们这个晚生 这个叫光耀门庭 那光耀门庭 就先光耀你吧 就光耀你吧 你看拜佛 你们是怎么拜的 保佑佛祖 佛祖保佑我 这个好 这好那好 好了以后 我给你捐款 我给你 你把佛祖当贪官了 你看周老师怎么拜佛的 啪一刻头 感谢佛祖普渡众生 弟子愿意追随佛祖 继续普渡众生 让众生离苦得乐 然后讲完以后 啪走了 然后佛祖都懵了知道吧 所有人都保护自己 只有这个晚辈 只有这个 这就叫要继承我的 一致普渡众生 那既然要普渡众生 就先普你吧 就先渡你 那不就这么回事吗 玩笑归玩笑 就一句话 得记住 得记住 得对父母好 父母是根 如果说把我们 想象成一棵树的话 那我们这棵树 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 长成苍蝇叉树 到最后开花结果 父母就是我们的根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到 举个例子吧 今天一个中医 看你身体 他看完以后 他能够推算出来 你大概是你爸妈 大概那个年龄生的你 他能够推算出来 你妈的身体怎么样 因为我们身体 好不好是取决于 父母的基因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到 换句话讲 就是我们身上的DNA 是由我们的父母 由我们父母的 父母的 只有所有祖先 一直五千年 传承到你身上 你身上是有 整个五千年的传承的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到 就为什么 昨天让你看那个视频 你会热血沸腾 你都不知道 什么感觉 你累就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身上流淌 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 所以当你 当你懂得 跟你的祖先做链接的时候 告诉我那个能量大不大 那个智慧太大了 对我赚不到钱 就是说赚不到钱 我就问他 我说为啥赚不到钱 我说你对你父母 关系怎么样 他说父母离异了 一般 我说我爸 跟我老婆吵架 我就把他赶走了 赶回老家了 我说那房子是谁买的 我爸买的呀 他很嚣张 我说你爸给你买了个房 然后他给你老婆吵架 你把你爸赶走了 他说是啊 这这么理直气壮吗 我说你这回家记不记住 他说老师 我信仰的是基督教 我不能记住 废了 这一句话就废了 听懂没有 你可以信仰基督教 但是你不能说 你信仰了基督教 就从此就不上坟了 你把根给断了吗 这样讲话怎么听懂 那树把根砍了 你告诉我那个树怎么长 我说你必须得记住 他说老师 我这个 我说你信仰基督教 基督教怎么不让你记住了 他说 我说你现在还信仰基督教吗 他说基督教给我开除了 我说开除你多少年了 开除我三年了 我说那这三年 你记住了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你看 你以前不记住 祖先能理解你 你说你信仰基督了 你在年前都被开除了 你还不记住 你还是人吗 对 从此开始记住 记住以后 这几年 就真的是完全就不一样了 就是人有时候变 你们不要觉得 老师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 感觉到太高深了 羞缥缥 就有些东西就是 就是这么神 就是这么神 赚钱不需要那么系统的 学习这个学习那个 真不需要 就给你指条道 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了 你有可能 那个能量一到 你钱就来了 李嘉诚当年在中国 成立了长江商学院 第一期报名的学生 有冯伦 潘石屹 王石 然后包括这个马云 刘传志 一帮全都是中国的 一些大企业大佬 在长江商学院 上了一年以后呢 大家就一起探讨 冯伦发起 说这个咱是能不能 去拜访一下 李嘉诚先生 让他跟咱讲一讲 他到底为什么 能够变成 咱们华人首富 持续这么多年 然后就全部 主团就去李嘉诚家了 以为李嘉诚会 讲个几个小时 就讲了八个字 他说你们问我 为啥成功的 来先吃饭 吃完饭以后 就讲了八个字 用普通话讲了一遍 用英文讲了一遍 用粤语讲了一遍 讲完以后说 你们问的问题 我已经回答完了 你们可以走了 哪八个字呢 写上 建立自我 追求无我 建立自我是什么意思 在座各位 今天有一个飞机 飞着飞着失事了 然后大家都降落到荒岛上了 都想重回家园 请问这一群人 一定会推选出一个领头的 叫领袖 那请问他们会推选谁呢 是最有钱的 是最有学历的 是当官的 是几啥 不是 是大家都迷茫 都痛苦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 登高一呼说 来跟我走 就大家都不知道 遇到一个是慌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只有他知道 他为什么知道 那大家都想当老板 为啥有一帮人做员工 一个公司 只能有一个老板呢 那为啥那些员工 不独立出去做老板呢 为什么要成为追随者 而不是领导者 就是因为他迷茫 他没有方向 他不知道这件事发生了 应该怎么做 所以他才会找一个人跟随 这样讲话 能不能听懂 所谓的领袖 就是因为他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 独立运行的思维意识体系 写上一句话 老板学习的唯一目的 是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 独立运行的 思维意识体系 就像昨天周老师讲到 整个宇宙 是一张A4子 中间那个小点 是意识 这是普通人的思维 所以普通人会感觉到 自己如蝼蚁一般渺小 但是如果你把 这张图的标签一换 整张A4子是意识 那个小点是宇宙的时候 你瞬间就拿回了 那个整个宇宙的能量 你瞬间感受到了 原来你就是造物 原来你就是神 原来你就是母体 原来你就是道 就这个点 如果当时你们有感觉 就那个点就可以让你顿悟 包括在讲量子物理学 在讲观察者理论的时候 那个点就可以让你顿悟 当然了 你的会跟如果比较弱 没关系 你可以见悟 慢慢悟 不着急 那我们再讲一个 慢一点的方法 那就是通过去找一个 已经形成了一套 独立运行思维意识体系的人 去通过他的讲话 来去触摸他的思维路径 通过触摸这个人的思维路径 你就能够摸到 他整个思维的体系 然后一转身 先复制他的体系 然后慢慢的通过复制 加创新 形成自己的体系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 举手 如果说我们要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独立运行的 思维意识体系 叫建立自我 那请问 我们要建立的 这个思维体系 应该是几维的 是一维的 是二维的 还是三维的 最少要是三维 最少是三维 因为我们人 毕竟这个物质世界 是三维的 建立自我 是让你活在三维 追求无我 就是让你进入思维 大家能听懂吗 那么为什么 周老师的课程 喜欢用金字塔来表示呢 昨天跟你们讲过 零维是一个点 一维是一条线 二维是一个平面 三维就是一个立体性空间 一个金字塔 它是一个立体的 它是一个立体性思维 大家能听得来说什么吗 一个金字塔有几面 一个金字塔有几面 你去印度 去埃及看一下 一个金字塔有八面 叫八面玲珑 叫八卦 对吧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项 四项演八卦 八卦推万物 通过八卦 你可以把万物 全部推演出来 举个例子啊 今天一个 就你很爱的一个伴侣 结果出轨了 抛弃你了 你很痛苦 要自杀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这个人的思维成绩 在几位 这个人的思维成绩 在几位 就这个人的思维成绩 一定是在二维以下 因为他只能看到一个点嘛 大家能听懂 他只能看到一个面嘛 我们生活在一个 二元对立的世界 有阴就有阳 有好事就有坏事 有男人就有女人 今天一个女人 一个你爱的一个伴侣 离开了你出轨了 你如果看到一面 就是不好的一面 所以你会很痛苦 你觉得他背叛了你 所以你不想活了 但是你翻个面再看一下 一个不爱你的人 离开了你 有什么可后悔的 他今天离开你 总比结婚以后 离开你强吧 对不对 结婚以后离开你 你都变成二婚了 而且因为跟他在一起 然后全天下 所有的女人 你都得放弃 因为他离开你了 全天下 所有的女人 都是你的了 你随便挑 是不是换个角度 就看到另一面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 只看到了一个点 就证明他的思维 是在二位以下 就跟蚂蚁没什么区别 所以昨天很多人 在分享说 周老师我听你讲课 真的让我感觉到 我就像蚂蚁一样 但是我听完你的课 我已经变成雄鹰了 哎呀老牛逼了 觉得自己挺牛逼了 你懂吧 我说你太小 从蚂蚁怎么能变成雄鹰呢 怎么就不能变成 整个地球呢 怎么就不能变成 整个太阳系中的 中心太阳呢 我的个仓天呀 是不是那个境界 抓抓抓抓 我怎么 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就就 就你只能看到一个点 你当然了 你们从蚂蚁上升到雄鹰 你们可能觉得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那不是终极 那不是终极 那还是像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就如果我们把 维次分为零维 一维 二维 三维 四维 五维 六维 七维 八维 九维 十维 那么宇宙的最高维 叫什么 叫N区无穷大维 大家能听懂吗 叫N区无穷大维 N区无穷大维 我问你个问题 你执迷于修四维 我要上升到四维 我要上升到五维 我要上升到六维 四比无穷大等于零 五比无穷大等于零 任何一个有限数 比无穷大都等于零 什么意思啊 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觉得你已经修到九重天了 道家不是讲九重天吗 你觉得你已经修到九重天 已经觉得自己很牛逼了 但是九比无穷大等于零 换句话讲 就是不要执迷于任何维持中间的像 能不能听懂